你真有喜欢的对象 许念念警惕地问道 要是她真的有喜欢的对象 她就相信她 不愿意娶她这事 但因为这人 每次看见她 都有流氓反应 就算假订婚 她也不会跟她多接触 禁于何时被人这么防备过 不过 她也不在意许念念的态度 非她不娶 喜欢那是不可能的事 她禁于还没喜欢过谁 但她非那姑娘不娶 以后找到她 她要是能和她结婚 她会努力对她好 那是她身为一个男人 该干的事 也不知道 那姑娘现在在哪 想到她一个人 承受被人毁清白的恐慌当中 禁于就自责地厉害 说出非她不娶那句话的时候 禁于眼神里的坚定 骗不了人 许念念暂且信了她的话 可是问题来了 既然你有喜欢的对象 你跟我订婚 就不怕她生气吗 盯着许念念那双漂亮的性眼 禁于有些烦躁地搓了搓头发 我还没找到她 要是人找到了 哪里会有今天的麻烦事 许念念自动理解成为 她喜欢的人和她失散了 毕竟前些年政策不开放 经常有知青被下放到村嘎拉里去 禁于这样的人 喜欢的对象应该也是知识分子吧 没想到这禽兽那么痴情 不过这改变不了她下半身思考的事实 她还是有些不放心 那你保证永远不会喜欢上我 或者想跟我结婚 禁于诡异地看着许念念 嘿 我说许娇娇啊 你怎么那么自恋啊 我什么时候叫许娇娇了 不过看她嫌弃的眼神 应该不会喜欢上她 至于她禽兽的反应 只能归结于她某方面旺盛 但大脑还听使唤 这几次不都没事吗 至于第一次的事情 许念念回头有想过很多次 那个时候的禽兽 好像有些不太对劲 就像是中了什么药 神志不清 不然也不会认不出她来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以前欠下的债 只有等她有能力之后才能想 现在最主要的是 过了眼前的难关 说不在乎茗玉是不可能的 只是比起嫁给讨厌的人 她宁愿毁掉茗玉 但既然这禽兽说不会娶她 那就没问题了 许念念一口就同意了 成 就假订婚 靳玉挑了下眉 没想到她这么快就同意了 和这女人相处时间不久 却见过她好几次 靳玉对她的印象 只有拧巴两个字 靳玉扯了扯唇 脸上火辣辣的疼 和这女人见面次数多 挨的巴掌也多 她靳玉这辈子挨的巴掌 全被这个女人所赐了 果然呢 漂亮的女人 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真疼 她刚感慨完呢 就见许念念盯着她的侧脸看 靳玉一脸警惕 许娇娇 你想做什么 许念念差点气节 我不叫许娇娇 我叫许念念 许念念 这么俗气的名字 许念念这下更气了 一股怒火堆积在胸口 这禽兽 拥有惹怒她的本事 奴隶深呼吸了好几次 许念念道 那你叫什么名字 靳玉 靳玉 你名字也不咋样 不过 你妈挺有先见之名的 知道她儿子是个禽兽 所以 给她取这样的名字 靳玉哪里会看不懂 她的眼神 脸色立刻铁青 她最听不得别人 把她的名字想歪 偏偏每个听到的人 都会想歪 听完靳玉的解释之后 许念念才知道 靳玉连今天和她相亲都不知道 因此 许念念对吴兰也没什么好感了 两母子都不是什么好人 哪有这么骗人的呀 就算她家位高权重 也不用这样欺负平头百姓吧 咋的 当他们没有靠山 好欺负是吧 两人商量完毕 回到了客厅里 杨翠花赶紧问许念念 商量得怎么样了 丁桂花 则是一脸看好戏的表情 杜春明则心叫得不行 就怕好处没有拿到 还得罪两边人 吴兰就更加着急了 一个劲地给儿子使眼色 靳玉直接瞪了她一眼 再加上一点 您看好多声 现在这边 请不吝点赞 继续 订阅